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散步分析然后自动分群介绍完毕之后 下一个主题我想要介绍是 动态散步图或者是叫做行为模式分析 行为模式分析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动态散步图怎么画 首先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子类别 子类别那子类别总共有几项呢 我一样先画一下子类别给你看 然后请把它做成什么相议技术 总共有17个子类别 这17个子类别我们来去分别观看 它的一个动态散步图 所以空白地方点一下散步图在这里 然后因为是动态散步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先勾 子类别跟两个数值 一个是销售额 一个是利润 我其实建议你最好把子类别搬到什么 搬到这个图例 就是每一个都给予它不同颜色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点太小了 点可不可以设大一点 可以啊 在格式里面 格式里面这个我们叫做资料标签 那资料类别标签 字放大一点 那可是我要点 点的话是图案还是绘图区 图案 大小 稍微设大一点 因为它等一下这个点会跑 我要做散步 动态散步图嘛 对不对 动态散步图 请问一下 这个点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点代表是 输价的销售额跟利润 画出来的关系 对不对 对了 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在散步图分析 看到的一个趋势线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请问你 我今天我是换了一个 也是在看销售额跟利润 我现在换另外一个主题 刚是看客户 现在是看子类别的销售与利润 请问趋势线会不会改变 绝对不会改变 好 点它 然后这边 这边 分析里面的趋势线加入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好 请问 这个 收纳锯是 好的 子类别 还是不好的 子类别 好的 这个呢 不好的 所以针对这不好的 无非 你就要提出 例如说主管来报告 无非就是做改良 或者是减少 或者是减少它的什么 就是我们画出区别的 就是我们画出趋势线是有道理 你的主管就在想 例如说我们有12区 12区 那我们去看一下 例如说 例如说来做筛检的人跟阳性在12区之间的一个关系会是什么 这样听得懂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 那是不是可能也会画出一个 那个假设 筛检人数越多 然后阳性的结果也越多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就要去看那个12区里面 谁在这条线的上面 谁在这条线的下面 这样大概理解 它的应用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器具是不是不好 然后美术是不是不好 桌子是不是不好 那这几个是观察 观察就是 还不能现在这么找下定论 可是至少 器具美术桌子要写检讨报告 对不对 对 而且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年就应该写 那 你有没有发 你有没有发现 这张图 这张图怎么做 其实刚刚刚做那个客户的一个销售利润关系 做法差不多 一点选什么 散布图 二点选 点选 我们的 纸类别 三 销售额 四 利润 然后接下来尽量把这个点稍微变大一点好不好 因为那都是格式 好 其实我们现在先动手做到这个地方 好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要做成动态 请问你动态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连续的资料 对吧 动态嘛 例如说 我们通常是拿时间来去做动的依据 例如说时间2013年它是怎么样 变到2014年它是怎么样 变到2015年它是怎么样 所以你要找一个连续资料 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这张图栏位的这边有一个叫做播放轴 所以我们就把订单日期翻到什么地方播放轴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 这边麻烦一定要改成日期阶层 因为 如果 如果你不把它设为日期阶层 你把它设为是订单日期会变成是怎么样 一天一天跑 对不对 也不是说不行 很少人这样来去观看 如果你时间够多的话 你至少要把它变成什么 一个月或一个季来观看 可以吗 这边 这边 有没有看到 那个日期阶层 所以我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好 我们先来播一下给你看 当我点下去 有看到吗 2013年 2014 2015 2016 这边是不是都在跑 这个数值 这个 2013在这里 这边是2013 跑到这个地方 2014 然后再跑到这个地方 2015 再跑到这个地方 2016 不想要各位有没有机会到美国 美国的华盛顿DC那边有博物馆区 然后历史博物馆是排名第一 它馆内第一个收藏 不是 不是那个 恐龙 恐龙 那在纽约 就是那个博物馆金魂业 它是用纽约的那个博物馆来去拍摄 我现在讲的是华盛顿DC的 最大的 最大的那一个 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 然后 它收集了 全 就是 500年 500年地震发生 就是在一个大地 大地球上面 它就说 这边有发生 那个地震 它就 它就 就是有一个大圈圈 这样子提醒 用圈圈大小的去呈现在 在什么地方是很大或很小 可以吗 然后 最后化成一个 就是说 纵观500年 你大概要花10分钟就可以看完 看完一遍 这500年地震发生的情形 这样了解 你就会发现说 哪一个好像在那个赤道 赤道这个地方 发生地震的频率是最多的 因为那边冒出圈圈是最多的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现在呢 我们现在是要看这样子资料 而且是用动态来去看 你这样看 有感觉吗 没感觉 好 而且 而且你这样跑完 主管也不知道 到底要看什么 所以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 因为动态图 没办法呈现趋势线 可是它有轨迹 轨迹知道 这是不是轨迹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从左下跑到右上 是的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很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变成唯一幅进步 就是进步的程度 销售价尚有增加 销售额有增加 利润也有增加 但是幅度变小了 这样知道吗 就是当你今天去观看 你去观看 你可以搜集到 书价的销售行为模式 它就是往右上跑 这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公司整体的销售 是不是由左下到右上 对啊 那接下来请看器具 器具记得我说器具是不好的 对不对 我们先看好的好了 你看收纳具 收纳具哦 它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利润下降 年刚开始两年 它利润是下降的 但是还是在这个趋势线之上 所以我觉得还OK 不用去盯它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它是逐渐上升 所以这个不会列在你的黑名单里面 而且你会可能会把它收入在 赚钱的产品赖别 好 那我们现在要看器具咯 器具你有没有发现 刚开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是好的 利润是增加的 第三年有看到吗 大幅下降 这边如果我已经把它作为 例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要针对这个产品 它利润大幅下降 可是销售还是增加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什么事情 不是下降 而是产品改良 对不对 产品改良 那这边有看到吗 它有微幅的利润上升 代表说产品改良完毕之后 产品卖的变比较好一点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桌子 你看吧 早就偏离了这条趋势线 对不对 趋势线是不是在这边 各位有印象 请问一下 第一年在这里 是不是在很下面 第二年在这里 第三年利润虽然有往上拉一点点 但是你觉不觉得都集中在这边 如果在前三年就已经处置掉这项产品 还会有第四年的这叫什么 那个利润 这叫什么 赤字 这么大的赤字吗 这样听得懂 我现在说的意思 这就是代表说 这项产品没做好良好的管理 这有没有听懂 跨出趋势线 用大数据做管理 重不重要 应该蛮重要的嘛 所以我希望说你们来去了解这件事情 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 还有一个美术 美术 因为它的变化幅度都在这边 还有刚刚我说的观察名单 你有没有发现 观察就是你要看 你要看 你还要再去多看几年 因为这边你看明明它就是上升 可是第四年为什么下降 反正这些都有别于当你要介绍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 什么 他们的一个行为模式 可以的 好 我主要动态散步图是要告诉你们 我们看一件事情 最好是看它的行为模式的一个表现 对我们资料的解析绝对是有帮助的 好 那我们这节课暂时先上到这边下课休息10分钟 好 我先把它叫做动态行为模式分析 其实我们从一刚开始介绍这个联动分析里面 然后可以直接点它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好 然后再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做同期比较 比如说我把2015年2016年来去做一个同期比较 那接下来终于可以点了 我一直想要把它变成 嗯 等一下 做成先驱 高阶主管 高阶主管喜欢看的 然后散步分析 散步分析 这个 因为高阶主管 他那个可能年纪会比较大一点 他比较喜欢看比较暗沉一点的颜色 因为那个白纸嘛 白纸 好 然后 不是眼睛那个 不是头发那个白纸 我是说那个背景是白色 好 所以他会希望这些颜色硬一点 厚实一点 好 那 这个是行为模式分析 然后看一下最好的产品 它其实跟我们公司的 跟这家公司的趋势线是很有关系 这个也是 对